越南法國麵包又稱越南市三明治或越南麵餅 因為使用法國麵包製作而名 在國際上常常被當成越南特色菜 中家寬品北見的YouTube活力節目 就要帶大家來品嘗桃園四家不同的 越南法國麵包 看哪一間能擄獲雙筋的胃 但是它的這個肉是有骨頭嗎 我吃到好像疑似骨頭 不可能吧 其實一集會噎死了一集 我覺得它的肉很特別耶 它是有調味過的肉耶 應該是煙燻之類的肉 然後黑胡椒 火腿叉燒 然後這不知道什麼東西 肉丼 招牌醃製的紅蘿蔔白蘿蔔 小黃瓜跟香菜 還不錯啊 雖然小小一個 但我覺得味道是夠的 因為它的肉有醃過 但我覺得這種法國麵包就是 你買回家你不能放太久 不然它的那個麵包會輪輪 因為它裡面有抹醬 所以它麵包會濕濕的 所以最好是買的當下馬上吃 第二家是專賣法國麵包的店 從越式法國麵包 到過醬的嘉興法國麵包 通通有 麵包的口感跟味道表現相當出色 但裡面的內餡只得到普通的評價 你這個切下去完全就 那個酥脆度 這個超大 然後超厚的 這家裡面的配料也是 白蘿蔔 紅蘿蔔 香菜 小黃瓜 然後還有兩種肉 它的麵包超脆的 而且我們已經買了一陣子了耶 我可以理解為什麼它的麵包可以單獨批發 它的麵包是好吃的 是脆的跟香的 它有一個麵包香耶 剛剛第一個沒有 這樣子比較就知道了耶 而且它沒有第一家那麼軟 就是你咬下去會有點咬不斷 這家比較脆 所以它咬下去就是 比較順可以化開來 接下來這間是老桃園人幾乎都認識的店 就隱藏在市場角落 整體味道偏食材的原汁原味 口味比較沒那麼重 整體而言還是不錯 角落的感覺 超難找的 對招牌很不明顯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是甚至它還沒開門 就已經有人在等了 我覺得它的麵包是好切的耶 它這個是有加辣椒嗎 對 我有加它加辣椒 我想說吃一點不一樣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辣椒的關係 有點吃不出它的調味 有可能耶 辣椒味壓過去 肉的調味也偏淡 但是我覺得它的蘿蔔 比起前面其他兩家 加的算少的 口感沒有這麼的豐富 然後它的肉也是 都沒有特別醃過 就是很單純的肉味 很原味 最後這間是金針嘗試的愛店 推薦排骨米線跟河粉 但麵包的部分緊貨一般評價 整體也是好吃的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吃到的都怎樣 就是我覺得越南料理 他們都會把排骨 烤得非常無敵 乾 那個酥脆度 這個也超脆 我喜歡它的蘿蔔 它它的麵包雖然切下去脆的 可是其實吃起來很有 對 吃起來是軟的 然後它的肉雖然看起來有醃過 可是我吃起來沒有吃出 什麼特別的味道耶 它純粹是烤比較久的嗎 對 純粹長得比較黑而已 甜點美食總有種獨特的魅力 讓人心情愉悅又能滿足味蕾 中家跨平北見 將會持續透過活潑有趣的影片 帶領觀眾一起探索桃園 謝謝大家為一同一報導